2023花蓮县原住民竹林和封年节一连三天 实在得心大草坪热情登场 而地方的环境是否良好 可见端倪负责地方环境清理的有限责任 花蓮县原住民陶浦阁机关劳务劳动合作社同仁 他们很努力 被不少前来的民众称赞说 他们很用心在守护这个环境 负责地方环境清洁的有限责任 花蓮县原住民陶浦阁机关劳务劳动合作社 李氏主席王神刚处表示 在吉利争取2023年 联合逢年节还管人力工作机会 也带领着泰鲁隔组部落主人用心维持现场环境 我们这次联合逢年节已经是连续第六年 得到了那个政府的信赖 所以这次又有幸能够承拦这次所有的环境维护的工作 那我们一直要求自己的主人在做事情的时候 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然后做事还有就是在戒律上面绝对不能喝酒 所以这次听说有十万人次的一个最大型的丰年节 那一万人如果生产一顿的垃圾就有十顿的垃圾 这都是我们主人努力辛苦 然后把它集集起来 然后来有一个可以大家提供美好的一个环境 所以我相信主人们只要团结在一起 没有做不了的事情 另外这也符合了我们现在政府一直在推广的 原民会说的超额禁用原住民 所以坚持做对的事情 把就业机会留给我们主人 然后我们一起努力 然后为部落来造就更多的就业机会 德鲁古 坑变 2023年 跨年线原住民组联统不年节 在7月21号到23号 共计三天 在德区运动场旁大草皮神达登场 吸引外地游客和乡亲一同来欢庆 同时也摆设康位来增进部落的经济 负责地方环境清雷有限责任 花莲县原住民淘博格机关劳务劳动 合作社理事主席王沈康处表示 在极力争取2023年 联合风年节环境管理人力工作机会 希望参与民众享受到解摆纯真的花莲 能够享受好上好水好干净的花莲空光 原住民淘博格合作社 赞不赞?赞! 多多? 不! 记得请问黄色为老 王贝他 让我李宗监